日本的扭蛋竟然可以这样玩 这里是手机啊 今天手养有一段时间没有玩扭蛋了 正好顺路路过一家扭蛋店 准备扭一些好玩的扭蛋 扭蛋这个东西真的不让人上瘾 换好钱之后就开始今天的扭蛋之旅了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扭蛋 先来看第一个 你们装的竞争是 戒指啊 戒指的造型是半颗炸鸡蛋 上手之后总感觉有些怪 除了炸鸡蛋以外还有四种炸物 这戒指要是带出门肯定很拉风 来看下一个扭蛋 这个扭蛋好像需要自己去手工折指 直到我发现了这个小藏鼠 完全不用自己动手了 下一个扭蛋 是迷你包兵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话说这个真的不能吃吗 没什么用 下一个 把这个蓝色具体转过来 原来是哆啦A梦 打开之后里面藏着哆啦A梦的身体 运好了之后就是个头大身子小的哆啦A梦了 来看下一个 这个好像是点赞收藏转发的标志 哦 我转发了 大家点赞了吗 再来看最后一个 是一个电车驾驶台 还挺像那么回事 那么就来一起驾驶电车吧 咱们坐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